심 leuke ziek Tino Reviewer survivorship 大家好 线上的 刚刚可能没有听到我讲话的朋友 以及在场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读这本书 然后我们这次进行的方式 会是实体跟线上 都是同时进行 那就像这个桌上 有提问单一样 如果大家习惯写字 当然可以就是写在 但如果习惯打字的话 那也可以用任何能够连上网的方式 连到我们的slido.com这个网页 然后输入902 这样子一个今天的日期 输入之后呢 就可以用打字的方式 把想问Kevin Kelly的问题打到线上 或如果有别人已经提过 你想要问的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按赞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按照按赞的这个顺序 然后来请这个Kevin Kelly回答这样 那Kevin Kelly加入我们的时间 应该是在大概九点半左右 然后所以在这个中间 大概有25分钟的时间 我会用一个读者的身份 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做了一些笔记 然后也画了一些这个emoji 就是一些icon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就是说这本书它相当的容易读 是因为它把我们目前这个 充满着缩写的一些趋势啊 什么AI啊VR啊IOT啊 这些就感觉上就是很生硬的东西 就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的角色一样 他就取了这个12个角色 然后给了这12个角色名字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这12个角色呢 就好像如果大家有看过 脑筋急转弯一样 这个在脑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情绪 一旦它赋予了角色之后呢 它后面到底是什么多巴胺回路啊 还是什么回路这种 很尖色的学术名词 就不再需要使用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脑里呢 好像把这些拟人画一样 就觉得说 接下来就是这12股这个趋势 会把世界呢往前面推 那所以我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一方面就是在看它的内容 然后做了一些注解 那二方面呢 就是给这些角色呢 一个连孔吧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 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emoji 就是在我们的unicode里面 就是在电脑打得出来的字里面 现在越来越多的字是这种 不是特定属于任何一个语言的 而是大家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呢 我们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在手机上 可能已经可以打 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符号 所以这边要提醒的也就是说 这本书里面虽然说这12个主角吧 他们有各自的性格 然后会把世界往前推之类之类 但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还有各种各样别的必然发生的这个趋势 那他没有在这12个里面这个使用 那为什么需要提这件事情 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 因为Kevin Kelly 他看事情的这个角度 是我们在戏骨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角度 就是所谓的technooptimism 就是只要有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是好的 那为什么人性是好的呢 因为人性是坏的时候 坏的人会互相毁灭 所以到最后就只剩好的人留下来了 这个就是 讲起来真的是 好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 这个才会出现的道德 那但是事实上 这个确实就是 戏骨很多在做间断技术的人 他们脑里的这个道德观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可能就是从小开始 就是以求知作为最主要的这个驱动力 然后呢到长大了 认识的朋友呢 也都是以求知作为主要的驱动力的 所以呢 其实呢 一直到实际在做技术上的贡献的时候 其实呢 都没有碰到这个坏人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大家 这个脑里面的这个道德观呢 慢慢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能够做出这么多好事 当然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无私的 很希望帮大家做很多事情 那那些没有这样子的人呢 可能就已经消失了 这样 好 那所以 就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是这个本身啊 就是它在书里面叫做的filtering filtering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 世界太多了 就像这种花花绿绿的角色 在unico里面呢 大概有上百个 现在已经上千个了 但是呢 每个人他在理解的时候 必须要是跟着脑里面 已经有的东西去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事情的方法 是把新的东西 跟我们脑里已经有的东西 加以比较 然后去吸收这个difference 这个差异的部分 这个差异的部分 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没有办法理解 自然也没有办法产生关联 所以任何人的学习的路径 都是从已经懂的东西 然后慢慢慢慢这样子分叉出去 那他在书里面呢 就这个对filtering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时候呢 电子书就比纸本书有用很多 因为我这个随便画线 都可以马上看到 他在filtering这一张里面 他对filtering的这个 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强化自我轮廓 然后个人化自己这个人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就是autopersonalization 这个我觉得是 他的这整本书里面的 一个最重要的 他对于人文主义 或者是说对人类这个文化 他的一个信念 其他的东西 大概都可以用这个来了解 就是说我们看其他的科技书的作者 他们都会是说 好比像说AI这个出现了 那人也许会失业 为什么人会失业呢 因为人都做一些重复的工作 所以AI的人就会失业 那又或者是说呢 大家会觉得是说 有好比像说VR出现了 那大家就会一整天耗在VR里面 然后都跟一些虚拟的角色互动 然后呢就不会跟真的人互动等等 Kevin Kelly呢 完全没有这些想法 为什么他没有这些想法 是因为他觉得 每个人都是这个unique 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从小到大 学习的这个路径 看一本书 同样的字 我们要怎么样吸收 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他认为 在所有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会使用这样子的技术 去更强化 我们对自己到底是谁 我们的学习路径 我们好奇的东西 等等的这些认知 而因为没有两个人 会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技术 所以他就认为说 不管是任何技术出来的这件事情 都不用担心 科技会让人变得一致 跟商品化的这件事情 他认为是说 每个人他这个 活在这个世上吧 就是要这个 把自己的个性变得完美 但是这个完美呢 并不是什么外在家的这个完美 而是自己觉得说 我还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说呢 这些技术都是为了让我 把他发展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所谓的自我实现 好 那这个当然又是一个 这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不过呢 跟前面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是这个想法我是同意的 好 那关于世界上没有坏人 或坏人都会自我消灭 这个我就没有那么同意了 好 那所以这个 从K&K的角度来看 过滤这件事情 它其实就是帮助大家 每天每天都向着自己的自我完成 迈进 这样 好 那在过滤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认为这是 the inevitable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之一 因为这跟他认为的人性的 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需求相扣合 所以每次技术 只要能够让人性 多往这个方向一点 这个技术 它就一定会被大家所adopt 那技术只要被人所使用 它的成本就会降低 那只要有非常非常多人加入 这个技术本身 它的扩散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这里我们就到了 它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叫做becoming becoming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现在像这本书 对不起 我要举这本书上的例子 它的书上面写说 与KK面对面共读 科技社会中的必然 就在八月 但是我们了解到 现在已经是八月 可能32还是33号了 就是说 事实上并不是在八月 因为Kevin有事情 所以改期了 但是因为它是印成纸本书 所以说这个八并不会莫名其妙 就变成九月 但是在这个网路上面的版本 其实马上就更新了 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任何东西 它只要能够自动更新 任何东西 它只要能够按照实际的需求 变成那个实际需求的那个样子 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一起流动的 那这个一起流动这件事情 它把它叫做Becoming 这个Becoming是跟哲学上的叫做Being 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 是相对的 那它的最基本的假设 就是说任何这个Being的东西 因为在网际网路上面 改东西实在是太容易了 而且一改之后 复制是太容易了 所以这整件事情呢 就会慢慢全部从Being 变成Becoming 那在这一点呢 它这整个利润是奠基在网际网路上 可以说这刚刚的那12个角色 通通都是网际网路 跟现实世界发生关联之后 出现的一些趋利 那在这里呢 这个Becoming它后面还有一个世界观 就是Historicity 就是就网际网路来讲没有历史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上这个网页 然后去看到与KK面对面共读 科技中的必然就在9月 它是没有历史的 并不会有什么机制告诉你说 其实这边本来写的是8月 但这件事情 它不只是发生在网路的内容层 它也发生在网路的底下的 就是技术怎么样运作的 我们叫做机制 就是Mechanism的这个层面 简单的来讲 我们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在网际网路之前 说事情应该要怎么运行 我们可能知道有组织法 有作用法 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规章等等 那这些都是靠文化累积出来 所以每次它改版的时候 你都非常需要知道 它前一版是什么 你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 准确地去解释 它目前这一版的意思 但是呢 在网际网路上面呢 我们说所谓的code is law 就是说写出来的程式 它就有law 而且这个law呢 不是我们说法律的这个性质 而是physical law 就是物理定律的这个性质 它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什么容易做 什么困难做 而且呢 跟物理定律的性质 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 就是它不需要人来解释 组织法也好 作用法也好 是人来解释的 演算法 是自己解释自己 而且它自己解释自己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不需要理解 它之前的版本是什么 好 所以这个是网际网路的 所谓的非历史性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没有任何人能够disput这件事情 但是呢 它就把这个再加以引申去说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不用怕说 我没有参与网际网路 刚开始的时候的历史 或者全球资讯网 刚开始的历史 或者是social media 刚开始的历史 部落格的时候 或者是直播 刚开始的历史 你有没有参加那些历史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现在 当新的技术出现 新的演算法改变了之后呢 新的这个运作规则 怎么样子才能够做到 满足大家需要 这件事情 你完全不用参考 以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它的 所谓的非历史性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就讲了一段非常激励人心的话 就是说 这个今天在2016年 就是最好的起点 现在2017年 一定是更好的起点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点 比今天更适合 发明新的东西 那整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每次 在发明新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脑里面 存在越多古老的 之前 所谓古老 就是一年以前的 Being 这个其实是越阻碍创新 而你按照实际的状况 去了解这件事情 每天了解新的情况 其实就是最适合创新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 就是Becoming这位角色 他跟我们说的话 了解 谢谢 teu 现在天生忍对 TikTok ثgee